日税地区25号一大早就发生了民宅火警 一栋木造建筑物起火 消防人员获报后立即赶紧现场来灌旧 天干雾造木造房屋容易起火迅速延烧 火势15分钟后是获得控制 不过整个房子已经复制一具了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5号清晨6点10分左右 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 在花林县瑞水湘中正南路一段65号 63号木造房屋失火 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由瑞瑞分队初步抵达现场 发现火势相当猛烈 立即请求观音三名等分队 总计有13车18人投入救灾火势 索性火势在10分钟之内就被控制 随后完全扑灭 现场为一楼木造建筑物全面燃烧 瑞瑞车主请求玉里 观音三名赴员资源 共计10车19人 火势并于6点30分全面控制 无人员受伤 消防队说起火地点在瑞瑞湘中正南路一段65号一楼的木造建筑物 燃烧面积大约有105平方公尺 波及瑞瑞湘中正南路一段63号燃烧面积60平方公尺 现场清查屋内疑似有车辆燃烧 但是没有民众受困伤亡 后续将估计财务损失 并且送火吊科 见识起火原因 记者高双双瑞瑞湘采访报道